這三段就是我剛剛給各位看到的完成的結果 那第一段呢基本上就是去下載 這一段其實是錄製下來的 錄製的時候呢本來叫大樂透下載 OK然後後面我是加了一個叫P次啦 因為我們加了一個回圈 那回圈應該是for i 等於1到57嘛 不過因為呢57有57頁 我是建議如果你在練習的時候你改小一點為什麼 因為其實1到10跟1到57意義是一樣的啦 可是你要等很久嘛所以有的時候我在 還沒確定的時候呢我就先怎麼樣先把數字改小 然後呢 只有改幾個地方改這個地方 當然我上禮拜特別強調不過 其實你只要注意到這些細節 應該做出來 就不是什麼問題啦最重要是一定不能夠做錯 因為程式啊是要一定要是100分的狀態 也就是說如果你錯一個地方都不行喔 所以啊程式撰寫啊我跟各位講啊其實也不並不困難 但是就是不能錯 因為你即便錯一個地方99分也是0分 為什麼因為跑不出來嘛 只要一個地方卡住的話 那等於這個程式就是有所謂的bug啦 OK所以如果你以後要 寫一個好的程式盡量啊 就是要記得一件事就是一定是不能錯就對了 那如果要不能錯 當然不外乎就是你一定要夠熟練 另外的話呢 還要就是如果你做錯沒關係 你可以拿我的程式去當範本 有沒有我們上面有程式嘛你就去看 看哪個地方有做錯 OK那真的要很小心 寧可慢一點沒有關係就是不能做錯 所以寫程式的話 不外乎就慢 OK那 這個好處就是你做完之後就一勞勇意了 為什麼因為 你以前要塗髮鏈剛做的事情 現在就變成用電腦幫你代擾了 尤其是你那個資料量越大的話 那當然越需要用程式來做 尤其是那個 那個東西太多太多 像我最近在整理什麼 我最近在整理我以前 10幾年來錄影的影片檔 因為我每次上課都會錄影 那產生的那個影片檔真的 多到我自己都覺得 很麻煩 為什麼因為他總我大概錄下來 大概10幾年的影片檔 就已經有好幾萬個影片檔 剛剛我上傳到YouTube的影片檔就超過2萬個 OK所以我要整理 那真是礦日費時 所以要什麼方式去做一些整理 有時候還是要寫一點程式 自動讓他自動去跑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的機器 讓他隨時去幫我做資料的轉換 像 以前的錄下來檔案才太大 所以我要把它轉小一點 所以你還要轉換 轉換要確定是正確的 另外的話要剪輯 因為有時候 影片裡面有重要的部分 我把它剪下來 那還要花時間 然後 還可以把它放YouTube上面 不過我發現 其實 我的素材 太多太多了 可以用的東西太多 其實就是一個影片的資料庫了 好像有些人 有些人工作不會做 他有時候會 搜尋一下我以前的影片 然後也可以得到一些收穫 我像比如說快速下載 這個 網路的資料 那裡面大概改 第一個地方 這裡 第二個 這個是針對什麼 4i 等於這個範圍 有沒有 那另外還有一個這個r andr 那主要是 我們應該放在 那個 儲存格裡面的 哪一個位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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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來演示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做完之後 那我一樣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如果要執行的話 當然就直接 這邊 按下執行 他就幫我把1到10頁的資料全部下載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第1頁 然後呢到我記得好像大概90幾列吧 這個就第2 第2頁在這邊 然後第3頁就在在下面這邊 OK 那但是呢下載下來的東西 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把它做處理 比如包含 這個每一個標 日期啊 這幾個這個所謂的 欄位的名稱 這個 標題列 多餘的 所以必須把它快速刪除 那怎麼快速刪除 上禮拜講過 你可以 記得我這邊第2個就是 快速刪除這些多餘的日期列 那我的規則這樣 我就想說裡面 那怎麼找比較快呢 第一個 記得刪除一定要反向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去尋找 用一個邏輯函數 如果 他這個I列的A欄裡面 是等於日期兩個字 確定一下是不是日期 也沒有空白 空白可能要 要把它 在 如果有空白你可能要把空白加 否則他這個空白也視為 這個文字的一部分 然後 再把這一列給刪掉 那程式的話 基本上就五行 一個 回圈 回圈的話 就是for I 等於 最下面一列 特別是 意思是說 我是從最下面往上找 找到之後刪除 不會影響下面 就是 往下的 如果你 從上往下刪掉 他會往上去地補 那會造成你刪 除的位置 會錯亂 OK 接下來的話 到第2 為什麼第2 不是第1 因為我們要 刪除的話 這一列 不能夠刪除 OK 再來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把這個列刪掉 所以基本上 底下多餘的日期列 全部把它刪掉了 那我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 他因為 一下子跑完了 之前我demo過了 我就不再 細部demo了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的日期列全部都不見了 好 那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我要把那個 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個日期 複製到上面去 然後 並且把格式變更 那這個 我前面寫過 也是一樣 我們從 這個時候就不用 不是刪除列 所以不需要顛倒 那我就從頭 從第2列開始 那我需要什麼呢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這個地方可能會多一個 這個 一個mode 這個mode 是除以多少 的餘數 那我如果今天假如說呢 我要複製的那個儲存格 基本上 一定要是2 5 就是之間間隔3 5 然後再8 有沒有 再11 那 如果說我要這個規則的話 基本上我習慣什麼 第一個 先把它原來列號減掉 OK I減掉 2 把它歸零 那減掉就 比如說2的話 0 除以3的餘數是不是 是不是0 0除以3還是0 如果5 5減掉2 就變3 3除以3是不是 0 4 如果符合這個規則的話 才去做 意思是說 我只有針對 2 5 8 11 因為它剛好跳著 剛好3 所以以後如果你的 資料裡面 剛好是有規則性 要跳著 每跳幾個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MOD3 MOD3 如果 這個規則是其他 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做一個修改 這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快速的把這個 日期複製上去 並且把他的格式全部都更改了 OK 執行一下 那寬度不足把他拉寬一下 因為這個 全部都緊製 表示寬度不夠 好那你會發現這個 就是完整正確日期 那剩下來就是 把這兩列刪掉 把這兩列刪掉 那基本上 他也是有個規則性 你會發現他也是 間隔 應該是間隔三個 間隔三個 間隔三個 然後分別把它刪掉 但是當然你 不用那傻傻的 這樣刪除 我之前有同學好像有提了一個問題 不如怎麼樣 乾脆用資料裡面的排序 排序你可以按照A到Z或Z到A 試試看 A到Z Z到A 你會發現 Z到A的話 有沒有 他會把這些 全部排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 這些手動 再把它刪掉 然後再重新排序一下 把那些 Ctrl鍵按 Shift按鍵按住 按右鍵 這樣應該會快一點 然後再把他重新排序 這個好像就沒辦法排序 這個就沒辦法 OK 不過 當然前提是 你是要手動的 可是如果今天不要手動 我要全自動的話 那我們上個禮拜有提過 你可以怎麼做 一樣從最下面一列 Ctrl向下 從最下面一列 再把它Ctrl一下 然後做什麼呢 一樣 做 只要先刪除 比如說從最下面一列 我的規則一定是刪除這一列 跟刪除它的下一列 所以我如果刪除這兩列的話 那我的程式可以 For I 一樣最下面一列 OK 這邊 一樣是 這個最下面一列一直到 這個 這個還沒寫 那待會我們來看 一樣就是刪除這一列 跟這一列 那這一列 這兩列 怎麼再跳三列 怎麼再跳三列 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不塗髮煉鋼的話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那個後面的部分喔